大家好,我是永钱 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关注一下 中国温州猎王被资本在金属期货市场围猎的故事 这场逼仓事件可以讲是史实级的 消息传出,顿时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吸睛无数 因为自3月7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猎的价格亦飞充电 在3月8日连破6万7万8万9万美元的关口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做空的一方 是世界内亡向光达的青山集团 它持有20万吨的空单 在伦敦交易所原定交割日为3月9日 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现货的交割 青山集团就需要按照交易所期货的交易规则 补充保证金 如果平仓就会损失大约百亿美元 而另一位在此次交易过程中做多的一方 就是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商品交易巨头贾能可 贾能可的生意网络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 尽管交易员、律师、会计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有2000多名 在资本市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贾能可的创始人叫马克里奇 是一名比利时的犹太人 也被称为20世纪最具有争议的商人 目前贾能可拥有新孤的全球定价权 并且对铜的定价权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也可以类比为金融界的高盛集团 《滚石》杂志曾经评价贾能可是金融界的高盛 是披着慈善面孔的巨大的吸血的污贼 链这种金属起初广泛用于不锈钢的生产 但是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飞速发展 对链的需求在逐步的增大 添加了链的三元锂电池 可以大幅提升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 那么随着这个锂电池市场的大幅扩容 因此市场对链的需求量就提升 俄罗斯的链的生产占全球的8.5% 那么由于受到制裁 Swift系统被关闭 因此让大宗商品无法交易 无法对外出口 这也就导致了市场对链的需求的提高 的一种预期 因此让佳能可选择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自3月7日开始对链的价格开始做多 发动进攻 这个选择的这个时间的关口 可以说是非常的毒辣 交割前两天爆拉 留足了期货价格上涨的时间和空间 但是两天的时间却把空头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据测算仅3月7日这一天 青山控股如果按照20万吨的涅的空头 浮亏则高达86亿 折合成人民币500多亿元 开句玩笑的话说 就是睡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账户少了500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相信只有青山集团的向光达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各种的滋味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炒期货的大佬爆仓后 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种悲惨的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说期货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朋友可以涉足的 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进入期货市场 当人们把目光都齐刷刷的盯到3月9日开盘 要进行交割 屏住呼吸 看结果的时候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再次上演 把伦敦金属交易所规定 推迟原定3月9日的交割 并且取消3月8日零时以后的交易 用网友的话说 把线了 修改规则了 这个决定对于有145年历史的伦敦交易所来讲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毫无疑问 推迟交割日期也给了青山集团传心的机会 取消3月8日的交易减少了青山集团的亏损 推迟交割日期 有助于良好解决这种无情的围猎和绞杀 这场资本的博异的主角 这场资本的博异的主角刚才说了就是温州聂王所控股的青山集团 他的实控人叫向光达 1958年 向光达出生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孩子在半个世纪之后会成为世界灭亡 直到1988年 已是三失而立的向光达决定辞职下海经商 离开国企就意味着铁饭碗的丢失 当时向光达没有资金没有经验 先坐汽车门窗商议 在民间借贷了40多万元 开始背水一战 经过几年的发展还真的把生意做起来了 此后扩大生产购置新的厂房 并购其他小厂 向光达积累了人生的第一笔金 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 经过四年的发展以后 到了1992年 向光达终于和亲戚张吉敏 一起创办了浙江枫叶集团 开始了钢铁创业之路 成为了我国第一家生产钢铁的民营企业 到了1988年 向光达与张吉敏等人 又在温州龙湾区永中青山村 创办了浙江青山特钢有限公司 此时的生意发展的越来越顺利 向光达向后在浙江河南等地 开展了不锈钢项目的生产 同时并购其他钢铁厂 新工厂一个一个的像雨后春笋般的开工了 向光达工作非常的玩命 我们看任何一个企业家的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 有的时候也是经历着曲曲折折 时间来到了2005年 钢铁行业遭受了一轮重创 此时出现了全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情况 我们知道市场的供求关系 一旦产能过剩价格就会低 企业的利润就会薄 就会使一些企业难以危机 因此不少的民营的钢铁企业在这个时间段 大量的出现了破产倒闭 还有的就是转行 有的转入了房地产行业 但是向光达依旧坚持在这个行业的发展 可以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任而东西南北风 做企业光有耐性是不够的 此时的现光达还需要找出路 也就是在此时 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作为下游的钢材价格 却维持走低 市场的行情不好 树哪死人哪活 向光达决定往上游走一走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向光达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了钢铁上游原材料 涅框上 好 您接着看 因为我们知道 普碳钢行业 还有不锈钢行业 都受制于滋液文的阅数 不锈钢的60%到70%都需要用一种金属 这种金属就是涅 那涅是由谁来生产呢 当时都是老外生产的 他想要摆脱资源对自己的束缚 而涅是不锈钢生产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原料 之后战略已定决心以下 但具体怎么向上游发展 确实是一个技术活 青山成为国内最早建设RKEF涅铁生产线的冶链企业 RKEF就指的是活法冶链技术 可以处理红土涅矿 也就是说 2005年钢铁产能过剩 钢铁行业遭受冲击的时候 向光达拿出利润 投入涅铁生产技术之中 2008年的时候 向光达进行了自己人生的一场豪赌出海 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正好是全球的金融危机 金属的价格也在暴跌之中 伦敦链的价格那时候已经跌到了1万美元以下 向光达在这个结构眼上就挺进印尼 重金夺得4.7万公顷红土链矿的开采权 要知道当时的青山的钢材产量 全国第五年销量也有百亿元人民币 但是想在印尼建野链厂 投资额至少要从50亿美元起步 总产能规划要到300万吨 为什么要到印尼呢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涅矿出口国 就在向光达布局印尼之后 当地开始酝酿涅矿的出口禁令 并于2014年1月正式生效 向光达先人一步的毒辣阳光让青山获得了先发有势 在当地建立了原矿涅铁不锈钢的完整产业链 从2009年到2019年青山不锈钢的产量 从百万吨躍升至千万吨 销售额从几百亿涨至几千亿 向光达涨舵下的青山集团 在印尼、印度、美国、津巴布韦等海外地区 拥有八个大型生产基地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为什么向光达被称为世界灭亡 原因就在这里 据中心箭头统计 2020年青山集团拥有全球18%的涅市场份额 2021年青山控股集团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位列279位 排在美的苏宁小米之前 现光达的一些公司调整动作 甚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涅的市场价格走向 世界在变化 现光达的仰光也在不断的流转 在掌握涅矿话语前之后 它的目光转向了新能源 除了不锈钢 涅还被大量用于三元锂电池 由于其性能由于高涅电池 逐渐成为三元锂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 这时候在行业中有一个名词叫涅焦率 此时由于高涅电池的快速的发展 涅焦率也就成为了电动车大老门的心病 在上游原料中 涅在电池的总成本中占比将近三成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的老板叫马斯克 马斯克就曾提到 涅原料的短缺是影响电动车电池省产的最大障碍之一 尽管马斯克对涅原料很发愁 但是真正掌控涅原料市场的向光达 正是捏住那个七寸的人 到了2020年的10月 新能源电池装车辆榜单里 普瑞能源紧随宁德时代之后 空降至行业的前五 甚至将松下三星甩在身后 而普瑞能源成立于2017年 是青山集团麾下一元 到现在您就明白了 在青山控股集团下属 还有一个做新能源电池的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就是普瑞能源 在业界仅次于宁德时代 说到这里 这次青山集团卷入了极端的逼仓风波 也与向光达的仰光与判断 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早在2022年的2月15日 彭博社就有一层报道 青山控股从去年开始建立空头寸头 原因便是向光达认为 涅价的上涨的势头会消退 而做空可以对冲自家企业产量的增长 然而这次向光达遭遇到了黑天鹅 而这个飞来的黑天鹅 就是突然恶化的俄乌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起来 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这是一个常规的做法 但自俄罗斯主要银行被踢出Swift系统以后 俄罗斯国际贸易几近停摆 俄罗斯生产的链 这时无法出口 直接导致了最初的链的价格提升 直至最终的史诗级逼仓的发生 摆在向光达面前的挑战很明确 化解这场危机 青山集团的主要产品叫高冰链 它不符合伦敦交易所交割的要求 而从近期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青山已经用旗下的高冰链 来置换了国内的金属链板 并称已经通过多种渠道 调败到充足的现货进行交割 那么说到这里 市场就可能出现反转 如果下空单的青山集团 在交割日 可以拿出20万吨 符合伦敦交易所所规定的链的标准的现货 这时候的佳能可 可能就要抱着20万吨的高价链 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瑟瑟发抖了 可能就是搬起了石头 扎了自己的脚 我们也常说 在资本市场 你盈利赚的钱 一定是别人亏损输的钱 如果青山控股在这次的交易中能够赢 这将是历史性的 也是史无前例的 更是史诗级的大反击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